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每個星期一的iMoney 清淨華 其實今天市場可以說有些起色 但是我們都不是未試過 曾幾何時一個星期之內由24,500 抽回到26,500附近 受阻而回 這裏接近2,000點的反彈 都很快又抹了一大半 所以今天其實升四百多點 投資者是否很興奮呢? 我又覺得一般 最值得留意就是成交就不太配合了 騰訊控股當然是今天升市的功臣 三百元那裏暫時是擋住 我覺得如果真的讓你明天多走一趟 不是未試過 今天我們認為應該都是徒生門大開的日子 如果整體整個大片 就是有很多的因素 做到今天找個理由 又夾回鋪上來的 最主要一個原因 是市場在憧憬中 因為在美國的政商界 連環發工之下 特朗普又罵聯儲局 他又罵財長 介紹一個會加息的聯儲局主席給他 所以現在聯儲局 我想鮑威爾被罵得多 他可能想保住個位置 他都玩手 看看未來的經濟數據 真是求成拜佛 不要那麼好 不要那麼好 或者失業率高一點 尤其是油價 這期慣低了幾次 雖然下午也有反彈 但油價也跌得很急 所以今天的航空股做得特別好 如果油價繼續急跌 上不上去的時候 對於CPI 應該也有緩和作用 如果通脹數據緩和 他就借一些耳 12月加息也叫停 不過這星期三 聯儲局那邊就有個發佈 所以我想投資者 一定要看實一點 究竟他們未來的加息意向 強不強烈 但是如果我們再看回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未來的11月30日 26、27、28、28、30 即今個星期五 就是習特會 如果我們再看 阿根廷這一邊G20的會議 在什麼環境之下召開的呢 就是全球貿易磨擦加劇 今天俄羅斯又和烏克蘭 又擦槍就火了 如果市場的情緒、氣氛 如果能保得住的話 我覺得港股 你說26,500這些位置 站得到超過三天 相信它是一個都叫做年尾 是有一點分析儲章 似乎一點的反彈 因為剛剛過完敢一戰之後 其實那個美股 我們都值得關注的 就是除了加息之外 市場都開始留意看企業 全年業績會不會保得住 但是一隻蘋果都已經在上星期炸掉了 我覺得一業之秋 如果留意 問一些Big Four的會計師樓 有些朋友都已經說到 他們旗下的客戶 過去幾個月 其實那些生意已經跌了很多 都差不多 很多訂單不敢接 還有又被押價 如果在接下來第四季 看到訂單還跌了八成 所以可以預期 明年年初第一季 是一個企業發營警的高峰 還有如果在過去幾年 企業比較積極地把生產線搬到東協十國 我們如果留意到一些連鎖店 尤其是Fashion 或者是體育用品的連鎖店 看到很多球鞋 不單只是在印度尼亞、越南 現在連在米亞馬、緬甸都有生產 三是可以遠到土耳其、Portugal 這些地方都有生產 你可以想一下 其實中國的製造業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個萎縮的情況 再加上接下來擔心的 就是有可能在製造產業方面 就業停滯不前不止 出現裁員的情況 是會更加明顯的 因為內地的招聘廣告 是跌得很厲害的 有些統計顯示 再我們加上 就是現在內地的看法 都是擔心 未來2019年 究竟有什麼灰犀牛 是會有機會衝來的 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債 這個債務很沉重 自從10年前 金融海嘯以來 很多地方政府 其實他們都不斷地加槓桿 去捕基建 捕經濟 現在是無以為計 兼顧擔心有違約的情況 市場現在都要看看 如何幫助地方政府 譬如透過中央發行國債 去撐回經濟 平衡地方債的違約風險 或者甚至另外一個關注 就是內地房地產的調控 以及去槓桿 令到有部份的公樓人士 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就經歷過負資產 但是內地的朋友 他們是未嘗過負資產的 所以有可能 是在現在 我們之前已經報導過的了 就是內地的居民的負債 已經去到68% 而其中最大部份都是來自公樓 所以如果樓價一堆下來 好像近期看到北上廣深 無論是四大一線城市 和其他二三線城市 樓市都出現了一個比較靜止的狀態 一個就是資金鏈停滯不前 另一個就是市場都關注 和擔心未來的經濟前景 所以都會影響所及 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中國如果內地的樓市 出現了樓價下滑 成交萎縮 其實公樓的都很傷 進一步會影響消費意欲 這幾點 我想投資者值得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2019年要面對的情況 就是地方政府的債務 和樓市調控 對於民生的影響 另外就要加起來 就是外圍的因素 就是美國的長期利率是會上行的 以及過去這一年 美股的上升 也有賴是一次性 可以反映出來的減稅措施 這是一個擴張性的 一個財政政策 如果讀ECON 你一定讀過 就是一個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是用來刺激經濟的 市場都會關注 如果油價暫時 看803宗海油 它跌到這麼快 已經由14元 永遠跌不穿 都跌到12元多 今晚就算油價反彈 未必會彈很多 最終 今次會不會補回 11元多的上升熱口 都有機會 而803之外 857宗石油 之前一直都是5.5 咬得很緊的 但是一穿5.5 暫時都失去了一個動力 另外 就是剛才講過 騰訊 因為今天有隻同情魏龍 就所謂掛牌 他就好一點 我覺得同情魏龍 他始終已經有一個 同情就是 旅遊商務 一個網商 旅遊的 一個網上的銷售 幫你找機票 或者甚至是 找車票 而魏龍 他就幫你找到酒店 那整個 synergy 是可以發揮到出來 還有現在 銷閑的經濟 我覺得應該是有看頭的 不過當然 他也是剛剛賺錢 估值 也不是便宜的 所以今天都是炒供求 幸好他已接近下限定價 還有 他的集資壓縮了很多 所以 再疊加起來 他的招股的超額營購 一倍鬆一點 所以 投資者 應該會比較容易 在這隻 賺到錢 至於另外 騰訊 因為拿著同情魏龍 所以今天 都受到激勵 但他們升不等於 小米 或者 美濤 這些有得升 今天市場的焦點 都集中在 同情身上 我想 未來的市場 都依然應該比較 搖 今天 又是另一次 逃生門大開的日子 過去很多次 說逃生門 又突然間開了 跟著鬼門關又輪流開了 但很多投資者 每一次 見到市場 升了幾百點 又會突然間很樂觀 現在 再有多些 令大家有個憧憬樂觀的要素 就是 未來 又說 不會加息 所以今天 先行的 就是一些本地的地產股 不過 根據 如果我下午 跟柳神吃完飯的感覺 在值間 其實不止我的 還有 幾位 股評人 還有曾博士 曾圓倉博士 大家在討論之下 我們知道發展商 現在 應該是擔心什麼 近期 一二手樓都剩下了 其實市場的氣氛 開始冷靜 冷清一點 一手的新盤 一路推 而樓價 都開始有些成交價 已經殺了下來 再加上一手樓 又給多了優惠 你看看 2007碧桂園 又給員工買樓又有優惠 或者甚至 他們對於一些 建築期付款的 都可以說 大概打一個糾折 甚至更多的 可想而知 如果看樓市 再加上 還有很多買樓的 知名的機構投資者 知名的名人 甚至教會 都說不用被勇 不過 當然 其實今天 報章的報道 報章的報道 我們就覺得 是比較片面一點 因為他們說到 買家不用給樓 或者給半隻樓 那那隻樓是誰給了呢 或者甚至 為什麼經紀代理 不收樓 都想促成這單成交呢 如果市旺 你多給兩隻樓 代理都未必肯收你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 那就是市場 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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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甚至是 賣方 是很 著急 很急 要求售 所以 他寧願連買家的樓 他都給了 這一點 似乎未有並列 在桌上統計 但是另一個關注 相信我今天吃完飯之後 再跟曾博士過馬路 一起到地鐵站 我還特意 其實我應該由中環 我搭柴灣線 都可以直接走上車 我都跟他 由中環 因為他過九龍 我就跟他搭到去 我搭一個站去金鐘 跟他聊天 因為大家聊到一個話題 我覺得現在 如果想著買樓 或者準備買樓 或者這兩年買樓的人士 都應該關心 或者擔心 就是這兩年的高乘數的案件 借九成 借九成半 以及一些議案 其實發展商 這幾年 尤其是一些新區 將軍澳 屯門 的新盤 是做很多這一類的高乘數案件 以及附幹盤 議案這一類的 基本上 如果他們買樓的時候 是打定算盤 是盤算了 未來三年 即是說 他脫離了這個辣椒 起碼好三年 如果樓價不下 如果樓價不下 還可以上升 如果樓價不下 還可以上升 如果樓價不下 還可以上升 還可以上升 那他就贏了 還可以有錢賺 如果樓價不下降 他就贏了這個議案 其實發展商 都不想長期借議案給你 甚至根本不想長期 是保留住那個議案 你做高乘數案件 因為兩三年之後 你是不是都要轉回 你那筆高息的樓案 那部分去銀行 因為銀行的息 始終比發展商的財產的息 但是到時你轉不轉 又是一個問題 你過不過了壓力測試呢 這就是你要看銀行的政策 但金管局這幾年 銀行的銀行挺緊的 而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你一路轉不出去 即是說你要繼續給貴息 給高息 去養住你那筆高乘數的案件 而發展商是否願意 發展商其實 他其實是想收回你那塊本 借給你那個額外的那塊本 而不是想收你的高息 而到時如果要轉回銀行 完了那筆揭議案 那跟著銀行接不到 你又買家住不到 那怎麼辦呢 如果一個比較 worse 的 scenario 就是最壞的情況 是到時經濟低迷 失業率高期 而現在買樓的朋友 他供不起或失業 那到時這筆案件怎麼辦呢 到時發展商就要收來一層樓 如果這筆案件背後有一個collateral 有一個抵押品 是來自你爸爸那層樓 你爸爸那層供完的樓 那便又冷水了 如果最壞的情況就是 老爸和你都沒有樓 那這個是真是我們要以最好準備 作最壞的打算 所以現在我這期再去一次旅行 我應該都要存錢了 那因為要預備積積房機 因為接下來 曾教授曾博士 他看到衰到2023 他說對上一次他叫人買樓 其實就在97年他出了一本書 叫人2003才買樓 好 結果中了